大家好,我是萌祥总数,今天我也给大家介绍如何免费获取比特币 具体该怎么做呢?我会告诉大家 如何免费赚取比特币的方法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比特币到底是什么 就是一种加密货币,是一种虚拟或者是数字货币 就像在线版的现金 你可以使用它来购买产品和服务 此外许多商店也接受比特币来付款 人们可以将比特币发送到你的钱包 你也可以将比特币发送给其他人 也一样的,人们获取比特币有三种主要的方式 首先你可以使用现金购买比特币 其次你可以出售东西让人们用比特币付钱给你 最后还可以使用矿机来创造它们挖矿 这就是我们将在本视频中重点关注的内容 今天我将向大家展示 七个最快的赚比特币的方法 我们今天要介绍所有的不同的程序 对初学的做知识完全友好 并且可以免费使用 因此你不必成为加密货币的专家 你就可以从中赚钱 只要你有互联网连接手机和电脑 你就可以使用这些网站 我们还可以向你展示最有效的方式来利用这些网站程序 首先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第一个免费赚取比特币的网站 叫coinbase 这个coinbase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虚拟货币的一个服务平台 第一步呢我们还是要点击一下这里的sideup进行一个注册 点击注册之后呢就是我们输入一下first name last name 然后这个email 然后这个password 然后呢这些底下的一些地址信息啊 我们再勾选一下这个我们已经满了18岁了 然后我们再点击这个注册 点击这个create account 然后呢就注册成功了 今天呢我在这里呢就是并不是说要主要并不是主要要教大家 在这个上面来进行交易还是什么 我们主要就是来通过它这个站点来免费赚取比特币 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点击一下这个这个第三项invite dose 然后找到这个左边的l 真的按的l 虚拟货币点击下进去 点击进去之后呢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下面呢有很多的选项 只要我们就说学习这些课程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虚拟货币美金的奖励 比如说我们学习这个课程就可以得到三美金 这个下面呢我们学习这个课程呢也可以得到三美金 下面呢我们学习也可以得到三美金下面学习这个四美金 所以这个是三美金这个学习它这个课程的话就是九美金的收入我们可以得到 这下面呢还有很多就是我们把这些全部学习下来的话 我们至少都能够获取到一百多就是一两百美金 所以说这个它是完全是免费的我们就说只要学习课程就增加了我们的知识 然后呢也可以获取到一两百美金的这个奖励可以说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我们来到第二个网站呢就是这个小C浏览器 它是用于安卓和IOS设备 这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应用之一 你可以使用它来赚取这个被动的收入 这个浏览器基本上是比较比较矿工 你可以在手机或者是计算机上面来使用它 让它在后台运行它就可以给你自动的就是赚取一些比特币 生产比特币 你无需完成任何的调查也不用说观看广告 不用完成什么任务你也可以获取一些利润 你也可以完全的离开 让它在后台运行它就会为你自动产生比特币 它跟那个谷歌浏览器的界面呢是非常相似的 实际上就是一个浏览器 名字都是很像 我们就可以把它当成那个浏览器来自常使用就可以了 需要做的就是在手机上安装这个应用 就像我之前说的你可以在安卓和IOS设备上来获取到它可以点击 因此使用哪种操作系统都没关系 因为这些浏览器来仍然会让你赚取一些钱 让我们实际点击这个点出来 这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你可以免费的获取点击它 这个苹果的但是我不建议就用那个专业版的 我们刚刚开始就没必要去投资 我们呢用这个免费版的仍然可以赚取收入 等我们赚了一些钱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将其进行实际投资 然后获取更高等利润 因此我希望你从这个谷歌Play获取免费版 我也建议你在Winds上面安装一下这个浏览器 这将来让你的收益最大化 获取更多的利润 可以让这个小式浏览器在后台运行 就是这个程序的主要优点呢就在一次 这完全是纯被动收入 因为呢就是说你在它产生这个收益的时候啊 你不需要做其他任何事情 让它后台运行就可以 现在呢我们进入第三个程序 就是facialpoints.com 你可以在就是iOS和安卓设备上使用它 是一样的 是2012年以来啊 他们已经向用户支付了580万的美元 他们从事这项事业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根据我的经验他们总是 会有诚信的 就是它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程序 首先呢你必须完成一些小任务 才能获取积分 然后呢兑换成现金 因此呢你当你在里面购物的时候啊 你能够将完成调查并且获取到现金 我想指出此应用程序中的一项独特的功能 这个下载 这个都是它这个一个界面 你让你的余额达到一定的门槛呢 你就可以把它兑换成钱了 兑换成那个泥评卡 PayPal 铺款都是可以 还有个亚马逊的泥评卡 更重要的是你可以使用比特币来获取他们的费款 直接进入你的这个比特币的钱包 他们也为你提供的就是不错的这个佣金 因此你推荐你的一位朋友啊 并且他们开始在里面赚积分呢 你还可以得取到50%的收益 就意味着你绝对可以用此方法通过这个邀请了 就是你的朋友或者其他最在线赚钱感兴趣的人呢 然后呢让他们来通过这个电子邮件来进行那个注册 点击这两个按钮就可以了 然后在手机上下载并且注册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四个网站叫Swash 这个网站呢可以赚取一些加密货币 但是不是比特币 因为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加密货币成为运动币 我将向你演示就会如何使用它 以及你需要做一些什么工作 如果你在这边看的话 这个功能呢就是适用的就是iOS和安卓设备 都是可以用的 这个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他们呢将为你就是说部署啊就是付款 你要说走的越多了付款越多 而且程序非常适合你啊 特别是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运动的人的话 我们更要安装一下它了 我们可以转换成这个美元和这个比特币 我们必须是购买一些物品 从他们的合作伙伴的商品里面呢 他们已经与就是数百个商家进行的那个合作 你可以用运动币来然后换取商品 商店中的一些东西进行那个购买 你可以在时候看到你可以购买商品的服务 还有一些技术东西 鞋子 iPhone 就是说什么瑜伽克 苹果手表啊都是可以的 因此他们有不同的合作伙伴 因为让他们商品兑换成这个金币 他们有三百多个不同的合作伙伴 这为你提供了很多购买的产品的品种 这个也是在Google Play上可以下载到 这个他们也是为你提供了就是说PayPal的礼品卡 不过呢他这个可以提换到美元当中 但是呢他这个花费更多的时间需要 因为他们的PayPal的提现门槛相对的说比较高 但是你可以就是购买便宜的一些物品兑换成商品呢 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点评分也有四点三分 满分就是五分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评分啊 下面呢也有很多的评论 现在我们来到第五个免费赚比特币的应用 这个也可以在Google Play上找到它 这个呢不知道在iOS上能不能够用 现在我们重点关注这个安卓版本 这个与这个FaturePoint非常相似 只要完成一些小任务啊 然后呢就可以就比如说下载一些应用啊 观看视频的完成调查等等 然后呢它就为你提供这个积分 你可以转换成为这个比特币 现在的这个应用的评分也是非常不错的 有四点四分就是满分的就五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下面这些都是人的评论 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是否可行 人们呢它会用每个人花费的时间 不同的可能得出的结论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自己去测试一下 最后呢这个就是第六个和第七个应用了 这专取比特币的 原理上来都是非常相似的 我们的可以就是说玩一些游戏能获取而外的收入 第二个应用呢叫BloggerChainGame 第二个叫Ali Run 你也可以在谷歌Play上轻松找到它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 可以关注下午公众号蒙向总数 根据你的空运时间 你决定是否可以来获利 我建议大家尝试一下这个应用程序 看看能不能产生多少收入 先总结一下 这就是免费的获取比特币的几种方法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帮我点一下赞